巴伊斯坦闭露之省近期频遭恐怖袭击 闭露之解放武装发动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恐袭 造成70多人丧生 面对恐怖威胁 巴伊斯坦总理发誓要严惩不待 不会让这些恐怖分子破坏中巴友好关系 阻碍中巴经济走廊的发展 大家好,我是石家月 欢迎收看本期的实话实说 近日,巴伊斯坦西南部的露露之省遭遇了多起恐怖袭击 导致70多人死亡 境外色彩非常浓厚的巴伊斯坦反政府组织 露露之解放武装宣称对此次的袭击负责 这是该组织今年以来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恐袭 据巴伊斯坦媒体报道 恐怖分子直接对着军警站点警察局下手 铁路被炸得支离破碎 汽车被烧了30多辆 至少造成50多人死亡 特别是在该省西北部的穆萨海勒地区 恐怖分子直接封锁了一条高速公路 当路拦车直接枪杀了20多人 面对这一切 巴伊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 这些恐怖分子的所作所为 无非是想在中巴友谊之路上设下阻碍破坏中巴经济走廊的发展 巴伊斯坦政府绝不会让他们阴谋得逞 势必会采取坚决行动 中巴经济走廊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先行先事项目 其投资规模已经达到了650亿美元 成为了两国合作的典范 其中龙头项目刮达尔港经过多年的发展 已经在巴伊斯坦经济版图中占据着重要作用 然而中巴经济走廊的发展并非一帆风吹 恐怖分子经常对中巴合作的项目发动袭击 今年3月中企成建的达苏水电站项目车辆遭遇恐袭 导致5名中方人员1名8方人员遇难 去年在瓜达尔港 一支中国工程师的车队也曾遭遇到恐怖分子的袭击 这些恐怖分子紧盯中巴合作项目 将中方员工作为袭击目标 试图以此来向巴伊斯坦政府施压 迫使其在反恐立场上妥协退让 同时他们自知无力与巴伊斯坦军队正面抗衡 便转而采取这种卑鄙的恐袭手段 企图以此来实现其极端主义野心 在某些区域建立所谓的极端政权 此外他们还不忘借此机会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吸引更多同流合伙者加入他们的恐怖阵营 但巴伊斯坦政府不会屈服 此次恐怖袭击发生后 巴伊斯坦安全部队迅速出击 击毙了21名恐怖分子 展现出了巴伊斯坦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和能力 夏巴斯还说 在巴伊斯坦的土地上 恐怖分子绝无长生之地 无论他们如何猖狂 终将难逃覆灭的命运 他还承诺 即便削减其他领域的开支 也要确保安全部队拥有充足的财政支持 以打击恐怖分子 此外 夏巴斯还计划亲自前往壁炉之省 与当地官员及民众面对面交流 决定下一步的反恐行动 中国作为巴伊斯坦的好邻居 好伙伴 也不会让破坏中巴合作的图谋得逞 中方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巴伊斯坦的反恐斗争 与巴伊斯坦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 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势力 让恐怖分子付出应有的代价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也欢迎您长按点赞或转发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